这边我们看那竹编呗 阿婆在编那个 手工的 对 这编着竹框就是 我们当地的朋友 是要用它来做什么的 她的话就是挂腰上 去牢住的时候 会放一些我们的工具 也可以用来做捕鱼的工具 那位阿姨的头饰好特别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头饰 这个只是一个装饰 但是在以前的话 代表的是我们的耳环 离族妇女的话 她其实是每年的话 都会加一个耳环 每长一岁就要加一个耳环 耳朵会拉得特别大 对 但她撑不住 撑不住了 她就会把它盘到头上 所以阿姨年纪大 然后那个耳环就越来越多 所以代表着家里的财富 是日渐增长的 一是财富 另外也是这个长辈辈分 对吧 对 辈分的一种代表 阿婆这里做的是什么 小竹盘 它这个是一个框 它其实特别像 这根藤桃特别像一根线一样 你看就这样 卷进去 奶奶 这个能拿下来吗 这能拿下来爱品尘呢 我就是这个组里面最有辈分的人了 孩子们 还不像我行李 好沉啊 阿姨说你们几个人啊 太能添乱了 来 婆婆 婆婆给你带好 可以吗 我可能有些年纪大话 听不懂普通话 对 那讲一话能讲 跟她打个招呼 不弄 对 不弄 不弄 特别敷衍的朋友们就不弄 别打扰我了 对 我们继续往前看吧 好的 谢谢大家